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 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3年的6月8号星期四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今天我们不仅会来关注一下 知名投资机构红杉拆分的消息 也想和你一块来看看手机品牌Vivo 在出海德国时候遇到的专利困境 当然美国监管部门 针对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发起的诉讼也不容错过 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 打开全新的一天 红杉资本一分为三 全球各品牌独立运作 6月6号红杉资本发布公开信 宣布将北美与欧洲 中国以及印度东南亚三地的本土基金 彻底拆分为三家公司 采用不同品牌完全独立运营 拆分计划将会在明年3月底前完成 其中红杉中国继续使用红杉的中文品牌名 并且采用拼音红杉作为英文名称 红杉北美与欧洲沿用Sekoya Capital 而红杉印度东南亚将会改名为PIC15 Partners 红杉资本成立于1972年 2005年进入中国和印度东南亚市场 和许多发源于硅谷的风投基金不同 红杉各个本地基金在投资上可以独立决策 只把部分后台职能进行全球集中化管理 18年过去各个子基金的发展方向渐行渐远 红杉中国成立之初就在布局其他基金比较少涉足的医疗健康和传统消费 陆续成立公开市场投资基金和新基建基金 而红杉美欧打破了风投行业的常规 成立了没有存续期的永续基金 红杉印度东南亚则高度聚焦在早期创始人的发掘和培养上 另外红杉也面临着各个区域子公司利润分成争议 各自支持初创企业之间的竞争 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 以及日益复杂的集中监管合规性等问题 Vivo德国官网下架所有产品 此前在德国与诺基亚的专利案败诉 6月7号Vivo在他们的德国官网下架了所有产品 仅仅保留了主页和支持两个页面 今年4月德国曼海姆地区法院裁定Vivo 侵犯了诺基亚的三项专利 并且授予了诺基亚针对Vivo的禁令 Vivo曾经表示会提出上诉和诺基亚协商解决问题 必要时会暂停相关产品在德国官方渠道的销售 除了德国诺基亚还在中国、英国、荷兰、巴西 以及印度等等国家以类似的理由起诉Vivo 作为曾经的手机巨头 诺基亚近些年靠着大量通信相关的专利 向全球手机厂商发起诉讼 2011年诺基亚就从苹果获得4.2亿欧元的赔偿 之后又接连起诉HTC、黑莓、三星等等厂商 甚至还把矛头对准了奔驰、宝马还有丰田等等车企 财报数据显示 过去5年诺基亚专利许可业务 年营收一直保持在10亿欧元以上 推特广告销售额暴跌新CEO面临营收难题 根据纽约时报6月5号的报道 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今年4月以及5月的第一周 推特在美国的广告收入是8800万美元 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接近六成 而且广告收入的颓势在短期内可能并不会改变 推特的广告销售员工表示 推特上大量的博彩广告、大马广告以及色情内容 会让潜在的广告投放者产生顾虑 马斯克本人对于推特广告收入情况的表述 也发生过多次变化 他曾经发推特表示 推特的广告业务正在恢复 几乎所有的广告商都回来了 但是在最近一次音频直播活动当中 他又提到了北美和欧洲的广告商 对推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导致一半的广告都消失了 这些广告商想要让推特破产 琳达·雅卡里诺也发布推文 宣布正式出任推特CEO一职 广告营收的压力也来到了雅卡里诺身上 有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推特正在变得越来越混乱 而且不可预测 广告主们想要在一个能够传递品牌信号 而且感到轻松的平台投放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必安 在苹果头显引发大家关注 OpenAI先写人工智能浪潮的同时 美国的监管部门终于对加密货币的巨头 采取了措施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这周一也就是6月5号 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起诉了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币安 SEC指控币安把客户的资金混合到了一起 并且转移到币安创始人赵长鹏 所拥有的第三方公司 SEC要求法院冻结币安的资产 并且指定了一名经常在庞氏骗局 等等诈骗案件当中出现的资产接管人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 如果法院支持了SEC的观点 币安可能无法在美国继续运营 而且会影响到全球的加密货币市场 对于各项指控 币安认为SEC是在制造新闻 币安曾经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和解来避免诉讼 我们早咖啡之前的节目当中 也提到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起诉币安的消息 而这一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诉讼 想要把加密货币定义成证券 并且纳入到SEC的日常监管当中来 除了SEC提起的民事诉讼 美国司法部正在反洗钱领域进行调查 如果调查成立 可能还会对币安提起刑事诉讼 发布Vision Pro之后再出手 苹果收购AR创业公司Mira 根据科技媒体The Verge6月7号的报道 苹果收购了生产虚拟现实 头戴式设备的创业公司Mira 苹果已经证实了这笔交易 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交易金额 Mira的前员工表示 苹果公司的前设计总监Johnny F 曾经担任过Mira的顾问 Mira这家公司在2016年成立于洛杉矶 从红杉等等机构募资超过1700万美元 目前Mira也在为不同的公司生产头戴式设备 产品并不直接面向消费者来销售 Mira的主要客户包括任天堂 他们为美国加州和日本环球乐园的 马利奥赛车游乐设施生产VR眼镜 让游玩者可以时时看到虚拟角色和游戏物品 除了任天堂 Mira还为美国军方提供过设备 军事领域是目前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应用方向之一 Mira创业之初曾经想要推出直面消费者的产品 但是最终转向了现阶段利润更高的2B领域 社交媒体公司Reddit重组裁员放缓招聘 根据华尔街日报6月6号的报道 Reddit准备裁员90人 占到了他们员工总数的5% 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 Reddit CEO表示 他们想在明年达成收支平衡的目标 并且把预算投入到一些关键项目上 除了裁员Reddit早先的300人招聘计划 也被减少到了100人左右 有着美国贴吧支撑的Reddit日活月用户 目前超过了5000万 通过投票机制 Reddit也积攒了大量的优质内容 并且被OpenAI用于训练自己的大语言模型 今年4月 Reddit计划向使用了自己数据来训练AI的公司收费 路透社也在今年2月曾经报道过 Reddit想要在下半年进行IPO上市 多地政府发布公告网约车供应饱和 根据界面新闻6月5号的报道 长沙交通运输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 表示全市暂停受理网约车运输证的新增业务 这意味着长沙当地的网约车运力 可能已经出现了饱和状态 不过长沙并不是第一个对网约车运力 按下暂停键的城市 三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 东莞 温州 济南和隋宁等等多个城市 已经相继发布网约车饱和预警 提醒当地每天的接单量不足10单 有来自广州的网约车司机 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 他已经感受到目前的空车率高于过去 网约车公大于求 除了影响到司机的收入 提供车辆的新能源厂商 也在面临着销量问题 根据去年1月到10月的统计 出租租赁的纯电车型销量当中 前两位分别是比亚迪和广汽埃 广汽埃安更是有三成的销量 都是用在了出租租赁上 也就是网约车上 天涯社区300万筹款目标 仅仅完成了20万 在上周我们早开飞提到了 天涯社区发起直播众筹活动的消息 在6月3号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前天涯社区的执行总编辑 在直播间公布了最终带货数据 其中带货的利润大约是8.4万元 网友的打赏金额是6.6万元 其他平台的捐款大约是5万元 也就是说这次七天七夜 重启天涯的直播义卖活动 最终筹措的金额大约是20万 远远没有达到活动前指定的 300万元的目标 直播当中还多次出现了 没有商品封面图 直播信号中断 和临时更换直播手机等等问题 澎湃新闻的报道提到 这次直播活动只筹备了半个月的时间 参与活动的志愿者 也大多是第一次接触直播带货 不过即使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来支付电信机房费用 天涯创始人还是在直播当中保证 天涯社区的数据不会丢失 会尽力保留网友们 在天涯上发过的帖子 根据财新网6月5号的报道 从这个月开始 加勒福全国范围内的门店 进一步限制了会员储值卡的使用 顾客只能使用卡内部分的余额 剩余金额需要使用其他的方式来支付 加勒福门店也出现了 大量货架空置和断货的状态 部分门店甚至不允许使用储值卡 来购买小家电产品 有经销商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 由于加勒福拖欠货款 一小部分供应商停止了供货 后来有大品牌断供之后 许多的供应商的信心也受到了影响 纷纷主动撤出 顾客来了买不到东西 来的人就更少 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 加勒福作为源于法国的零售集团 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有接近30年的时间 2019年苏宁国际收购加勒福中国 但是自从收购以来 加勒福就在持续关店 截止到今年3月底 全国范围之内 加勒福超市减少超过50% 母公司苏宁自身的业绩也受到了影响 苏宁将加勒福的困境 归结于消费需求放缓 社区团购 低价竞争等等外部因素 所以聊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 你办过哪些超市的会员卡吗 最近去过像加勒福这样的线下超市吗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我们一块来聊聊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亦凡 声音授记Jack 实习生Aurora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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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